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手臂肌肉线条也好绝 再次感叹姐姐的状态也太好了 看住瘦瘦的肌肉线条却这么的漂亮 感觉到了谢金燕的自律 她的手臂肌肉线条流畅又结实 感觉她是个力量与美并存的人 这哪里像五十岁的人 简直是青春永珠啊 谢金燕好美 一宫热恋情节二宫清花词 姐姐负责开口我负责罪 姐姐真是公演一次硬控一周 也太稳了吧舞台 肌肉线条绝了 真是五十 谢金燕一开口我就知道我要开始喜欢她了 怎么可以这么会唱啊 唱功身后一听就听得出来 再去听几遍之前的舞台 感觉每一首歌都唱到了我心里 她的曲风我爱 下次会唱什么歌呢 突然就开始期待了 总是有惊喜的姐姐 谢金燕唱功真的很绝绝子 姐姐不光长得好看才艺多多 而且唱歌绝对是她的统治区 不光吐字非常清晰 而且每一个音符都深藏住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稳定输出依旧是如此的稳如泰山 好像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敲打中我的心 实力派姐姐值得更多关注 无论什么场合 你都可以完全相信 而且舞台表现力也是一点都不甘示弱 实力真的好强 每次听谢金燕唱歌都是一种享受 她的舞台表现力超强 只需开口 就能抓住全场观众的心 嗓音也太有辨识度了 不愧是专业的歌手 代入感真的很强 尤其是高音部分特别让人震撼 她的现场跟录音室版本可以说是毫无差别 这样有实力的歌手就应该大火特火 救命 姐姐明明都已经50岁了 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像30多岁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不老女神啊 不仅仅是面容的原因 她的语言表达 肢体表达 传达风格 都非常非常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整个人很有活力 应该也有经常健身吧 眼型大概就是年龄相近的王林姐姐唱歌的时候会有一种气虚气弱的感觉 这个年纪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谢金燕姐姐就没有这种情况 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各种不老明星什么什么的 但是谢金燕姐姐是我第一个承认的 真的和30多岁的人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之前我还有过脑洞大开荒谬的念头 在想有没有可能是改年龄了 但是我一想也不可能改20岁的差距啊 只能说真的很佩服姐姐 心态一定特别好 会真正的与时俱进的享受生活 一个字牛 带住前四季节目积累的人气和口碑 浪杰舞重磅亮相 虽然嘉宾名单公布后一直被唱衰 但是节目上线后很快扭转了颓势 浪杰舞初舞台和一宫舞台带来满满的惊喜 孙夏琳 乔伊斯 郑妮可等外国姐姐实力强劲 刘欣 尚文杰 河杰等超女齐称门面 陈丽君 齐薇 陈浩宇等姐姐带动节目话题出圈 一宫舞台过后 莎莎 玛丽两人选择退赛 李希瑞 韩依赢被淘汰出局 剩余的32位姐姐进入下一个赛段 浪杰舞二宫赛制和玩法进一步升级 32位姐姐组成八个团 等待她们的是更加紧张刺激的过线攻守赛 一宫取得第一名的陈丽君团全员完整保留并组成成峰一团 一宫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的流星带队组成成峰二团 成峰一团率先开始表演 他们的舞台成峰值将成为二宫的安全线 其他团成峰值超过安全线全员安全 未超过安全线则全员危险 成峰一团的成峰值排名前三才能全员安全 反之全员危险 所有危险成员中 个人喜爱度排名靠后的四位姐姐将会赞别舞台 浪杰舞二宫舞台的对决可谓火药味十足 姐姐们渐入佳境 舞台的看点也大大提升 四个舞台高能不断 寒雪 乔一丝一名惊人 凭实力唱呼了一众姐姐 万物盛开发则女团感十足 带给观众一波又一波的惊喜 可惜他们败给了观众员 结果也让很多人一难评 二宫赛前小考拿下前两名的乔一丝团 严弥坦获得赛典秀表演的机会 寒雪 李佳格代表团队出展 两人合作带来歌曲隐形纪念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合作舞台 两位姐姐都展现了超强的孤靠实力 歌曲的演唱满满的故事感 李佳格的烟响极具个人特点 演唱也很抓人 寒雪则让人刮目相看 她的声线和这首歌更适配 最后赢下比赛也在意料之中 四位姐姐在一宫拿到了第一名 彼此之间建立了感情和默契度 团队没有太大的短板 相对其他团有先天优势 苏Regers的舞台编排难度很高 有很多细节考验大家的默契度 好在姐姐们通过不断的排练克服困难 最后给大家呈现了一个绝美的舞台 姐姐们的声音空鸣而富有故事感 蒙眼线代舞设计更是把整首歌曲的情绪渲染到极致 给人很强的代入感 成峰一团的舞台成峰值也是二宫的安全线 这也意味着 陈立军团要接受其他七个团队的挑战 上演一打七的名场面 面对重重压力 陈立军团不负众望 最终获得了831票 这个成绩足够抢眼 也增大了其他团的挑战难度 爷密团率先发起挑战 六位姐姐合体带来歌曲万物盛开法则 六个人都是一宫个人喜爱度比较靠后的姐姐 没有选歌主动权 最后强行组合在一起 但是她们都憋了一股劲 二宫小考打了个翻身仗 正式的公演舞台也同样带来惊喜 六位姐姐在舞台上彻底玩嗨了 每个人都充满了青春活力 女团感满满 李佳格开口脆 给整首歌曲奠定了基调 万尼达 严密火力全开 Rip唱段直接炸场 赵一欢的架子鼓表演还翻全场 帅气又迷人 万物盛开法则这个舞台值得反复观看 每一位姐姐都有亮相的表现 舞蹈编排 表情控制 舞台感染力等方面都无可挑剔 连练习式环节都是能带来欢乐和能量的 遗憾的是 这个舞台最后只获得了816票 她们还是输给了所谓的观众员 万物盛开法则输给苏仁格斯确实让人意外 整个弹幕被阿刷屏 浪结舞终究还是一档比平人气的节目 心疼这一组的姐姐 想要逆袭太难了 烟雨江南 灯影摇曳 七微团带着国风歌曲《青花瓷》闪亮登场 歌曲和舞美无缝衔接 景美人更美 整个舞台就是一个东方美学的视觉盛宴 四位姐姐身著旗袍亮相 在青花瓷纹样的半破名目部内摇曳生姿 展现女性的柔美 一平一笑身的人心 整个舞台很契合大美中国的主题 歌曲本身也讨喜 美中不足的是舞蹈编排过于简单 改编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 最后拿到了809票 乔伊斯和韩雪强强联手 一曲身后经验众人 虽然是一个focal舞台 没有一大堆的舞蹈演员来凑数 两位姐姐用歌声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像是一颗催泪弹 台下的姐姐们已经哭成一片 观众也被狠狠带入歌曲的意境中 韩雪和乔伊斯站在高台上 逆光背对背唱歌 先手又松开的动作设计细节拉满 两位姐姐的声音非常配 乔伊斯开口就很抓人 韩雪也打破了观众对她的刻板印象 演唱有力量感 口碑彻底反转 整个表演让人回味无穷 身后拿下了835票 加上赛典秀获得的20票加成 最终获得了855票 这个票数也超过了速reverse 在二宫上半场的四个舞台中 暂列第一 成绩时至名归 对于浪杰舞二宫舞台 你们有什么要评价的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